Hello 大家好 我是萌萌萌 今天呢 想给大家 趕快快速的录制 一个 三月份的爱用品 大家看到现在 我的拍摄角度有点改变 是因为我把房间的 格局换了一些 小抽就做好了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有哪些三月份的爱用品 是我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是护肤保养类 第一步是渗透乳 薄润水谈立渗透 我买的这个呢是紫色的 品质 因为我是有点偏干 所以我买的是二号 如果有信的话建议你买一号 但我听到有打印机的声音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在打印机 我真的打印机在工作 趁此机会等会录一下 就忽略那个叮叮叮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用这个 尤其在秋冬或者是换季的时候 我觉得它真的能够给我的皮肤带来 尤其是刚刚洗完脸 脸上会比较紧绷 比较干的时候 用化妆棉涂上脸 就会很舒服 脸上就没有什么 就是很滋润很滋润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用 当然是水 所以我最近很喜欢用的是粉水 我这个人比较变态啦 因为大家知道皮肤干的话 你用那种分子比较小的保湿性比较好的东西的话 你的皮肤会有刺激感 会有一些刺痛 那我用这个就很爽 因为它真的能够让我的脸比较痛 而且就是痛的还比较旺 就是比较爽 就觉得我的天啊 我的肌肤太稀胸 就很爽 而且它就是 包括就算我吐得渗透如泪 之后它还是能够有一滴的刺痛感 我就觉得它的保湿性能是很好的 然后这样子的一会儿 流动性没有太好 它现在看这流动性 它没有水那么夸张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拿来试服 拿来擦拭就好了 下一个 下一个呢是面膜 我这个月很喜欢用的是这个黄金的这个凝胶面膜 它呢真的是凝胶耶 里面的都是那种这样子的凝胶状 我没有买出它的颜色我不知道 我只用过这个红色的 它跟那个粉水一样也是能够进入到我的皮肤 让我有那种刺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跟面膜可以做的让我的皮肤能够有刺激的感觉 能够让我的皮肤有在吸收水分的感觉 就是这个是真的能够保湿滋润肌肤 好 下面呢第二类呢就是彩妆类 彩妆类呢稍微多一点都多 现在我们先来讲刷具 刷具我这个月特别喜欢用的是资深藏131 这个资深藏131的话 就是包装的还蛮酷的 因为这下面就是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这一罐断一点透明的感觉 透明的蓝色的那种感觉 然后主要是讲它的刷毛 它的刷毛首先都是比较多 大家不要看它就是 就是两三次没有洗过这样子 刷毛的比较多所以就会比较好 但是就是就是能够刷的粉痕很少 然后第二点呢是它的毛有弹性 有弹性的话呢它就能够就是一刷过去它能够立马弹回来 不用摆过去的话那个毛就顺着一边倒 那就很不舒服嘛 它的毛有弹性就比较容易 它上妆速度很快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稀粉啊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啦就好用是关键 好下面呢是一个双妆工具是 GPB这个肌肤需要的粉铺 这粉铺我很喜欢跟这个衣打搭配 就很服贴 而且不是只是服贴都不管你 就是能够给一种柔胶的感觉 肌肤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很柔嫩 对不对是柔嫩的感觉 很舒服的啦 真正的超好用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CPV 如果你有一大饼的话 真的可以去搞一个这个来 因为我之前都是用刷子的 才会觉得其实真的比较下来 粉铺比刷子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这打印记真烦 还没打完 还没打个50年的梦子 然后呢再讲一个主妆产品呢 这是TOT的这个Shape Tape 这个呢大家应该如果就是关注欧美 比较多一点的小朋友就知道这个Shape Tape 我的这个四号呢是Light Sand 就是淡沙 我那也不会怪你 然后它的颜色这个偏黄一丢丢 我很推荐整个遮瑕膏 是用卡的滴轮度 极极棒 我眼下是有细纹 有一条细纹 很容易卡 真的 从什么样子的这家高 它都很容易卡 只能够比较是相对于非常卡 可以相对于少卡一点 这个就是 就是卡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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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少的那一个遮瑕 它大概比如说这里有一整条 它大概最多只会卡三文之一 不会卡的超过三文之一 绝对不会 但是像NARS就会三文之二 左右 就是长度嘛 那它有点很神奇 一点就是它的 头腿的大 巨大 真的太大了 这没结果这么大的 所以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塗在眼下 然后那是三只狗龙 从颜色带一点来说吧 我特别最终这位超级喜欢用的是 这个兰蔻的鬼怪色 这个颜色真的超美的 就是超级漂亮的一个颜色 其实鬼怪色真正的颜色是264号 但是因为国内没有二 兰蔻专柜没有264号 所以是另外一个4号 我不记得什么4号 但是其实实际上应该是264号 但我觉得另外的那颜色挺香的 都一样 很日常 然后可以全涂 而且还非常的滋润 但是因为它是滋润的比较高的唇膏 所以它就会比 就持久度没有更高 那下面呢 是基凡西这个定基之吻的10号 哇 天哪出到哪里出来了 这个颜色呢 是非常日常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出到高的 就是这个样子 它颜色非常的日常 而且它的滋润度柔顺度非常非常高 柔顺柔滑什么意思 就是你涂 我觉得我才开始涂 怎么就已经涂到后面来了 但是它不会让你涂多 就是你要控制好了 没有 就是很柔滑 它的滋润度也非常的高 然后持久度嘛 持久度比鬼怪 稍微好一丢丢了 可是呢 就是润唇膏它 大概就是润唇膏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持久度没有很强 第三支呢 是香奈尔很火的那个1545 很多人都拿这个跟 乌尔萨的黑管唇釉来比 那黑管的那个409号 更偏 血色 但这个呢 就没有太血 但是它也很血啦 我觉得它们两个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 就是不是颜色上的差 就是对 反正就是 因为那个因为它是 镜面唇釉嘛 镜面它就更像血一点 但是这个就 它是霧面的嘛 就没有那么的血 OMG 我都不太懂得 今天的我们的角色 就是未来 今天我就有涂 但我今天是拿这个 跟另外一个颜色混的 就是稍微 留一点点 就这个颜色 这个非常的显色 而且它滋润度 其实它虽然是霧面的 它滋润度很高 持久度也不错 相比刚刚那两支唇膏来说 所以 就是这支我还蛮喜欢的 可能讲完彩刷内 我们不想第三代呢 就是其他 就什么都有 但是这支其他呢是身体上的 身体上的 TOKA 还是TOKA TOKA吧 应该是这边念 我买的味道呢是 这边写着的 Florence 哦 佛罗伦桑 反正就是那个地名嘛 应该是吧 我不太确定吧 呃 然后它呢是这样 就是颜值也超高 看起来就超美的 味道也非常的好问 身体乳跟沐浴 对对对 沐浴露跟身体乳 我比较喜欢买带味道的 而且流香比较持久的那种 如果晚上洗澡的话 我现在晚上醒过来了 身体上还喜欢那个香香的味道 所以我蛮喜欢用流香酒的 这个身体乳 什么味道我都问一下 它的味道就很清香很 就是有花香的味道 但是它又没有太花 就是香水味 香花香的那种香水味 反正 反正我觉得我很喜欢买 就是比较高级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用身体乳用的好快 它通常是半瓶都没了 我就已经没有了半瓶了 但是这个才下去了一点 这两个都买的是一样的味道 两个都非常非常的好玩 我觉得在打仗的时候 我决定再去乳它的味道 来尝试一下 然后身体乳的滋润度很高 就是它很好推开 一点点就可以够推开很大一块地方 滋润度很高 就是到第二天了 皮肤还是很柔滑的那种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以上呢就是三月份的爱用品 如果你对我的这次视频有什么看法 就是一键呢 就可以发弹幕或者发评论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请关注我 还有关注我的微博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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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